欧洲疫情趋缓各国陆续解封 要重振经济 台大工卫学院分析 全球疫情有望趋缓 而台湾下坡防疫重点 在于巩固目前防疫的成果 也要开放贸易商务 学者提出建议 台湾未来可依各国阳性率管制入境 奥地利民众陆续排队 等待进入零售商店 政府宣布从5月1号开始解除封守措施 民众只要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就能出门 而在西班牙 政府也开始放宽防疫禁令 在经过7周的封锁后 允许成年人可以在指定时段外出运动 台大学者观察全球疫情发展 指出欧美疫情已受控制 模式的预测大概到6月底 每日新增的个案数会小于2500个 每日新增2000个个案以下 通常表示这个流行波 基本上就要过去了 那只是未来会有形成下一个流行波 是冬季的流行还是这个季节的流行 这个还有需要观察 陈秀希分析 疫情大流行到6月底会减少 但可能难以避免小波群聚感染 但预估6月底国际街境外旅游可能解封 台大公卫学院院长张长泉表示 未来各国开放边境将打破现行居家检疫 14天的规定 目前的方式是说 你是来自疫区 然后就是要先隔离14天 那在未来两个月里面 这些规范会被各国纷纷打破 因为它必须让这个商务的活动变多 所以这个时候 国际间正在讲这个 检疫证明书的互相通用 离开你那个国家的时候就检疫 来到你这个港口或是这个机场 可能也要再检疫一次 而台湾该如何解封台大学者提出建议 可以以各国阳性率作为管制路径 阳性率低于1.5% 分不同区间 决定每日最多开放人数 而阳性率高于1.5%的国家 则要采取严格管制措施 1.5以上的国家 必须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 根据不同来的国家 它的阳性率 这个在我们的real time的分析里面 都可以做得到 来逐步解封 我们进入这个疫情 下一波的这个准备 我们国家怎么样在这个区域里面 能够维持我们这个防疫的成果 又能开放我们的贸易跟这个商务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情 澳洲纽西兰等七国筹主联盟 希望采取共同防疫标准 有条件让成员国的观光客路径 提振观光业 恢复经贸往来 重振经济 而台湾也是必面临防疫与经济的两难 政府需提前准备 妥善应应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区文中文 今天台湾台北采访波动 都能够维持人亚太电视高区文中文 都能够维持人亚太电视高区文中文 都能够维持人亚太电视高区文中文